高官一连串的被国外媒体爆出亲属获取商业暴力后 日前纽约时报又揭露前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家人 钱权交易内幕 戴相龙亲属所投资的公司 以极低的价格大量购入中国平安保险股份获取暴力 专家指出 目前曝光出来的中共官员贪腐案只是冰山一角 日后还会有更多高官的巨额财富呈现出来 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平安保险崛起 金融管控高官家族大获其力的报道中指出 戴相龙的女婿车锋及亲属掌控的顶和创业投资公司 于2002年以5500万美元购入中国平安保险股票 到2007年股价已达到31亿美元 顶和创业买下平安保险后 使不应该拥有金融权的平安保险免于拆分 继续保有信托部门 2004年平安保险还得以在香港公开对外受股 目前公司资产高达650亿美元 中国平安保险是目前中国保险业的龙头企业 根据公司官方网站显示 其中受险和保险产业位居中国第二 经济时政评论专家草安指出 戴相龙当时作为中共金融界的最高主管 在平安保险面临分拆时具有生杀大权 而顶和创业买下平安保险的股份 也正是在戴相龙的管辖范围之内 纽约时报报导指称 顶和创业公司的结构复杂 车锋和他的友人是可以通过组织框架 有效掌管顶和的 有记录显示 车锋甚至于2006至2009年担任平安保险监理会成员 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 除购入平安保险股份外 顶和创业公司于同年还购入海通证券大量股份 2007年顶和持股金额高达10亿美元 而戴相龙的妻子柯永珍则在2007年至2010年间担任海通公司监理会会长 纽约时报这篇由驻上海记者张大卫撰写的报道 再次把矛头指向中共总理温家宝 报道说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主席马明哲 直接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 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发出呼吁 要求政府放宽对平安保险公司实施大型金融公司分割的规定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曾指责纽约时报 关于温家宝家人资产的报道是抹黑 星期一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储百亮 由于签证没有获得延期而不得不离开中国 彭博通讯社半年前曾报道习近平庞系亲属打造的商业王国 几天前又详细报道了中共八大元老的子女和孙辈如何控制中国的财富 彭博通讯社的网站目前被中共屏蔽 安装 既然 立场 建设备 建设备